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早前关注本港私家医院 收治新冠患者的情况 医管局主席范雄宁出席本台节目视 形容私院到现在的反应仍然令人失望 范雄宁说副总理韩正提出关注之后 特区政府再向私家医院提及 才获得增加提供病床的成案 又认为私院借接收他们想收治的病人 呼吁他们不要那么简责 而私家医院联会就说 会撥出一共一千张病床接收医公局转介的病人 杜香控股明日起局部恢复香港食肆有限度营运 由立法会议员说 饮食业仍然面对人手不足未能营运的情况 多个餐饮集团早前因应疫情宣布暂停营业 包括经营酒楼的杜香集团 疫情未有明显缓和 集团宣布局部恢复香港食肆有限度营运 密切注视公共卫生情况调整应对策略 立法会饮食界议员认为 饮食业普遍因为人手不足要暂时停业 估计有大约三四成员工染疫 或者属密切接触者不能开工 就算有生意想开都没有员工做 管理层个个都要求员工 做完快速检测 才可以上班入门口的 而全部都是老板找数 我刚刚昨天找到个业界 它是过去花了几十万 它是二十几三十元买这些快速爆发来 就差不多用了 所以现在没有生意 它跟我说那些业主又在追租 又说叫封铺 自由党将获捐赠的一百万份 抗原检测机客派发给饮食业 批发零售和航运交通界等前线员工 无线电视记者张永恩报道 消息说因应疫情 政府将会围封公送名摊 康文署早前说核下公送名摊 一月初已经暂停救生员服务 但并没有禁止市民进入 是需要符合口罩令和二人限聚令 不过近日有不少兵客都涉嫌违反所规定 行政上官林郑娥昨日说 暂时无意再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但消息说康文署将会围封沙滩 继早前一款新冠口服药公广之后 另一款明天起在公立医院 指定诊所和安务院舍使用 医管局引述数据显示 辉瑟药生产的一款 无论减少住院、死亡率和病毒载量 都较墨沙东药厂的一款好 如果患者没有不适宜服用的情况 会先处方辉瑟一款 由墨沙东药厂生产的新冠口服药 上个月底开始被指定的轻症患者 在病发头五日吃 上个星期六开始在指定诊所派 包括这个超过70岁的确诊长者 他上个星期五快速测试确诊 说得及五日黄金期吃 我说都担心现在波罗人太迟症 都很害怕的 但是好过没有了 口服药亦都在安劳院舍派 有院舍说10个患长期病的确诊院有 上个星期二获安排吃墨沙东 一个星期之后一半的患者转为阴性 吃完之后基本上情况都稳定 也没有转差 会比较安心 始终旅人家本身都是很多长期病患 两款口服药的对象 包括70岁或以上长者 有糖尿病等长期病患 前提都是要未打齐针 即是打了两针的科兴 或是一针的伏必态 医管局说外国的数据 显示墨沙东和辉瑞口服药 可以分别减低三成 和八成八的住院及死亡风险率 如果病发三天之内吃辉瑞的口服药 可以进一步减八成九 两款的口服药 亦可以大幅降低病毒载量 如果说到效能上 当然一定是 Paslofic是比较理想的 因应病人的情况 首先我们要先考虑Paslofic 然后看看病人 有没有一些不能吃Paslofic的因素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可能看看 他能不能用到 这种药物的药物 他说的因素 包括辉瑞这款 比较容易和其他 正在吃的药相冲 例如是降胆固醇 针对痛风和心跳乱的药 患神衰竭的也不适用 两款药最低的服用年龄 分别是十二和十八岁 早晚各一次 当局说默沙东到现在 派了超过一千个疗程 当中大概二百个 在指定诊所派 暂时的副作用 包括作呕、头痛 两款药都列明 可能引起涂射 被问到有免疫力药的病人 说在指定诊所 未获处方口服药 当局就说 是按病情的身体状况来定 强调采购量是足够 至于病发五天之后 可否仍然获处方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就说 基本上服用等于浪费 无线电视记者陈家印报道 合彩结果 是三、十、十二、二十八、三十九、四十八 特别号码是十七 头掌半注重 每一注派两千四百多万 据了解康民署最快 今个星期五封闭公众泳 康民署早前说 核下的公众泳滩一月初 已经暂停救生员服务 但是并没有禁止市民进去 只需要符合口罩令 和二人限聚令 不过近日有不少泳客 都涉嫌违反了规定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天说 暂时无意再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不过消息说 康民署将会封闭泳滩 健身中心自一月起 被当局勒令停业 据报连锁电Fitness First 向员工宣布真会结业 Fitness First 在全港有八间分店 市委会说暂时未收到相关投诉 正積極联络相关中心的负责人 又说高度关注疫情 对各行各业造成的打击 促请相关健身中心一旦结业 应该尽快向消费者交代安排 包括涉及预缴款项、套票等等 政府第六量防疫抗疫基金援助 也包括健身中心 因应场地大小提供一筆过十万或二十万的私助 全湾全錦公路有私家车失事冲下山坡 两人受伤 现场是全錦公路近大帽山交野公园的入口 涉事白色私家车车头严重损位 车轮和车胎飞脱 昨晚十点多 那辆私家车员全錦公路向全湾方向行驶 去到大帽山交野公园入口 怀疑失控 先后撞毁交野公园的路牌 再冲入附近的树丛 司机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 由消防员救出送院至离 警方拘捕四名警员 涉嫌同一个15岁女童发生性行为 四名涉案警员年龄是26至27岁 警方说他们分别涉嫌同年龄16岁以下女童 非法性交 其中两个人分别涉嫌非例和刑事恐吓 消息说他们隶属荃湾和观塘警区 据了解 那个少女同四名涉案警员 透过交友软件在不同的时段认识 并发生性行为 星岛日报社论 香港引入两款专制新冠界口服药 已经正式投入使用 有专家说如果口服药能广泛使用 死亡个案短期有望断崖式下降 港府采购药物之初碳盲版 以至出现大量病患者死亡 随着口服药到位 需要把握病发头五日的保命黄金时机 加快广泛向高危病患者处方药物 才可以扭转当前死亡数字飙升的局面 信报社评 特区政府公布的官方数字 是70万人感染新冠肺炎 然而根据香港大学的最新推算 目前已经有358万人中招 即是每两个人有一个人患病 官方数字和港大医学院推算出来的实际数字 为什么出现这么大差距呢 原因一方面是隐形传播链太多 政府根本没办法掌握得来 另一方面相信是部分市民自己确诊 但不作情报 这样令人忧心不已 文汇报社评 近日因为疫情出现反弹迹象 深圳进一步升级防控措施 深圳坚持内防反弹 外防输入策略 阻击本土疫情上升 深圳组织有罪快速动员 尤其是公务员迅速进入社区支援抗疫 组织社会力量参与 坚定有力地将各项防疫措施落实到位 这些统筹协调 明确责任的机制和经验 值得香港认真借景